俄军最近成功测试了一款专门对付无人机的激光炮 然而这款激光炮五国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出口了同类型产品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俄乌冲突算得上本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作为上三场的俄罗斯军事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而乌克兰之前的军事实力也算得上强大 并且还有着美国和北约组织在背后不留余力的军事支援 双方的战斗看称是自从军队进入现代化 信息化发展以来最为激烈的 而在这场战斗中也给了全世界国家不少的启发 以往的武器发展思路并不适用在现代化战场上 让这些国家纷纷开始转型 不过对于我国来说就不同了 在俄乌冲突中一次又一次证明了 我国在武器发展上的路走对了 无论是战场的信息化建设还是无人机的投入使用 我国都已经在军队中实现了普及 而俄军也针对在乌坎战场上遇到的问题 进行不断的改进 从而研发一系列针对型的武器 像近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报道 俄军在一个军用靶场上成功测试了一款武器 这款武器是一种专门用来对付无人机的战斗激光器 这种激光武器在对付那些近地无人机的打击效率上十分高 能够通过高能激光烧穿无人机的表面 或者破坏对方机载设备 让对方无法执行任务 这款激光炮的成功测试 也代表着俄罗斯在激光武器领域的最新进展 特别是它展现的摧毁各种无人机的能力 是当前俄罗斯迫切需要的 虽说在乌克兰现在正面无法对抗俄军 但是搞偷袭就不同了 不光是在乌克兰战场上 就连俄罗斯境内 包括首都莫斯科 都多次遭到无军出动无人机进行袭击 虽说俄军也成功拦截了几次 但也失败了好几次 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特别是那些民众的生命安全 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对付这种无人机 却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由于这些无人机都是低空飞行 处于防空系统的视野死角下 防空雷达很难检测到这些来袭的无人机 并且由于这些无人机 都是些低程度无人机 即便是检测到了 动用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成本也过大 完全是个亏本买卖 如果让士兵来盯着这些无人机 同样不是个办法 这些士兵们很难做到24小时 不间断地防御对方 并且晚上视野受限 就更难抵抗了 因此动用这种激光武器 对无人机进行拦截 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事实上 俄军最新测试的这种激光武器 我国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测试成功了 并且都出口到了中东地区 打出了漂亮的买家秀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就知道是哪款武器了 他就是寂静猎手 在2021年的3月份 沙特就用我国这款激光武器 在对付胡塞武装的自杀式无人机中 取得了辉煌成绩 一次就击落了13架无人机 现在 沙特官方更是给这款激光武器的操作员颁奖 当年沙特和伊朗还没有在我国的调解下达成和解 所以 胡塞武装从伊朗那拿到了很多的小摩托 对沙特发起袭击 而伊朗小摩托的名声 大家在乌克兰战场上也见识过了 结果 被这款激光武器轻松做到了拦截 当然 这款激光武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便宜 当年沙特花了40多亿美元 买了数百架彩虹误刃机和双尾歇误刃机 还有一批数量不明的激进猎手激光炮 并且还将激进猎手的载具底座 换成了国产的奔驰卡车 如果换算一下的话 一套激进猎手的价格 大概也就450万美元左右 这个价格也就相当于几枚防空导弹的价格 而这款武器的功率为30至100千瓦 能够对4公里外的目标实现打击 而使用激光照射一次的成本不到1美元 换算一下也就7块钱左右 这个成本别说无人机了 就连无人机的快递费都比这高 现在我国还解决了激光武器 在使用过程中的冷却问题 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的激光炮 在能源充足的情况下 几乎能够做到不间断发射 这样的话 即便是面对敌军出动的无人机 封群打击 我国的激光武器 也能够做到全部击落 现在 俄军在激光武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 对于我国来说 只能算是入门 对于我国来说 激光武器面临的对手 已经变成了高端无人机 封群无人机 乃至是战斗机 相信在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我国的激光武器会实现南天门计划中的打击效果